大家好,我是老七 我现在已经到了阿勒泰 这里是阿勒泰的江军山 我身后就是江军山滑雪场 今天这里的天气非常的好 天空很蓝,没有一点勇采 现在这个时间滑雪的人也不多 这个江军山滑雪场可以一直滑雪到4月的中旬 我用4天时间开车从叶城到了阿勒泰 全程2000多公里 开车开的还是有点累 我准备今天休息上一天 我是订了明天的雪票 明天我要学着去滑雪 早就听说在阿勒泰的江军山滑雪场 这边配套设施非常的完善 看看这边的停车场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停车场 很大 不过现在到这来滑雪的游客比较少 我也给车里准备了好几天的食物 我今天就把车子停在这里 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在这个停车场里住上几天了 这会儿准备去对面那个山上面走走 我现在站在一座山顶上面 看这个滑雪场还是蛮大的 整个江军山这边都在修建房屋 搞基建 现在可以滑雪的地方就是在对面 那些房屋全都是酒店民宿啊 供冬季滑雪的人来住宿的 在这里可以看到远处的阿勒泰市区 我爬上了一个山头 虽然刮着风但是不是特别冷 本来是想飞一下无人机的 看了风这么大 还是算了吧 吸取上次炸鸡的这个教训啊 4月7号 早上好 看看清晨的江军山这边 太阳已经出来了 霞光万丈 我现在已经进了江军山滑雪场 今天学习滑雪 装备已经拿起全副武装 但是现在因为这个雪快化了 滑雪场并没有什么人啊 到新疆开车几千公里 跑到阿勒泰 就是想滑个雪 今年我都来晚了 如果下一个雪季 我还有机会来新疆的话 我一定要早点来 这个时候雪都快化的差不多了 现在这个季节来 并且人也少 正适合我这样的菜鸟 一个人想怎么滑就怎么滑 这个水平只能滑出几道 但是这个出几道滑都很陡 今天我要把这个出几道 变熟悉了 滑雪就是多睡两边就好了 多睡两边 我已经记不清楚 我摔了多少回了 反正就是个摔 我这样的 感觉不错哦 有点上滑 坐上这个摩塔 走到最高处1573那个地方 哇 耶 OK 完成了 已经勉勉强强的可以推坡了 然后只要我稳住重心的话 可以保证从那边滑下来不摔跤 今天也是收获满满 第一次滑雪摔了不少 摔的不轻啊今天 我的腿那个膝盖屁股 都有点苏腾苏腾的 我把血板已经还掉了 然后现在我准备去一下那个山顶 山顶是坐那个吊凳和缆车上去的 因为我今天的票是全山票 就可以滑出几道 可以滑高几道 上到那个滑高几道的最高处 我们去看一下 然后再坐车再下来 刷卡进去 我去我进不去吗 我就说嘛 我的这个卡是全票的卡 那是可以进去的 视线不是特别好啊 这个玻璃都很脏了 今天天空不作美 要不然可以看一场这个最美的夕阳 早就听闻阿勒泰江军滑雪场的这个夕阳特别美 在阿勒泰江军山滑完雪 看看最美夕阳 非常nice的一件事情 听着这个小音乐啊 生活就是开心快乐 滑雪人的一天啊 生活就是开心快乐 要开心记得快乐 这就是江军滑雪场的高级道 太吓人了 这坡度很陡啊 这高级道可不是一般人能滑的 这个高级道 这个高级道真的很陡 这得从上面滑下来这什么感觉 刺激呢就赢了 我感觉还是有点夕阳的 马上到顶了 山顶的景色这就是 这还不是江军滑雪场的最美的夕阳 很一般的 但是我已经感受到它的那个美丽了 拍一下这个网红向导拍 最美的晚霞 左建计是最普遥 到山顶上面来看一看 太爽了 在这里可以清晰的看到 阿勒泰市区 高楼林立啊 夕阳夕下 断肠人在天涯 沙夕下 どう会 king 大军 到山顶上 招牛 大军 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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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军